下午好 我是黄梓萱 今年六岁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 害人的青蛙 老鼠和青蛙常在一起玩 老鼠为人随和 大家都喜欢它 可是青蛙的心理不好 总想害老鼠 有一天青蛙对老鼠说 喂 我们是好朋友 应该永远在一起 你说对吗 老鼠说对对对 说完之后 青蛙拿出一条绳子 一端绑在自己的脚上 另一端绑在老鼠脚上 他们先在草地上玩 来到了河边 青蛙对老鼠说 水里的景色多好看啊 在水里又舒服又冰凉 比在岸上 比在岸上 且多了 我带你去看看 老鼠担心的说 我可不到会游泳啦 青蛙说 没关系的 我是游泳高手 我拖着你游不就没事了嘛 说完青蛙突然用力一跳 跳 跳进了水里 可怜的老鼠也一起扑进水里了 救命啊 救命啊 我不会游泳 我不会游泳 快让我上岸吧 老鼠喝了几口水拼命的挣扎 不疑惑就被淹死了 此时天空出现了一只大老鹰 老鹰看见水面上扶着老鼠的尸体 赶快冲下去 抓住老鼠又飞回空中去 绑在老鼠脚上的青蛙也一起抓到空中去 这时的青蛙又害怕又后悔 不不不 别吃我 别吃我 老鼠的尸体